開台吧 開台吧 十點三 又要看達哥 聽到嗎 聽到嗎 新的畫面有沒有問題 現在在美國七點起身看達哥 多謝你支持 我們要繼續逆轉裁判 我們要逆轉將軍超人 現在沒有看過一套東西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黃飛超人 到處新張正義 打打打 放死光 集合演將全能量 有人聽過這首歌 特別18號 上午十點 地方法院 多謝Yarin 給了一個小奇點 剛剛紅雨帶到 神經 但都是要上班 幸好有得看達哥 提醒了 It's not so bad 但太差 好 我們先講講上回題要 先跟大家講講 今次我們的被告 被告就是一個叫將軍超人 就是現在時下年輕人很喜歡看的一個特殊片 即是當是蒙面超人 鹹蛋超人之類的劇情 他就被告就是懷疑他是殺了他的對手 他的死對頭 貪官魔人 貪官魔人死於在胸口被他那支長槍桶死 現場的證供 都是顯示到 因為有拍到相片 就說將軍超人曾經進過去 進去空岸現場 就是那個錄影廠那裡 情報堂達一就是他的委託律師 看看我們可否打掉他這宗官司 檢方已經準備完畢了 檢方已經準備完畢了 我想問我不是這一集 都全部和魚劍打打 很悶 每次都對著這條茂理 魚劍檢察官請進行開場陳述 不知道以為這個世界只有兩個律師 一個就是魚劍檢察官 一個就是誠報堂達一 被告賀星三郎 在10月15日下週2點30分 在鷹都製片廠的1號攝影廠 殺害了演員伊代武治 今次疑犯除了被告之外 無人得以為知 檢方將會在今次法庭中 完整舉證這個論點 原來是這樣 接下來進行審議 魚劍檢察官請傳召第一位 控方證人 首先請我們的密據刑警出庭 先說明吧 又是這個傻仔 一定會嘔嘔嘔嘔 告訴你這個死警察 老傻豬 向聲音凡請針對本次事件 做個簡單說明 請你看看這個平面圖 這次案件裡面 整個錄影廠的位置很關鍵 這裏是工作人員的作業區 在上午劇組人員 進行動作橋段會議 進行武打練習 而這裏是製片廠的大門 下午1點開始 警衛阿嬸很囂張 一直都站在這裏 經過警衛室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拱門 經過這個拱門 就可以看到錄影廠 在這裏就是1號錄影廠 即是發現遺體的事件現場 在事件案發 當日10月15日 當日上午 位於錄影片廠 只有被害人 死者 依待武智 以及被告何聲三郎 以及女性工作人員 一共三個人 在中午時 製片廠的所有工作人員 全部都在工作人員作業區 吃過中午飯之後 死者依待隻身去了1號廠 下午1點 警衛阿嬸入了警衛室 然後下午5點 為了進行穿上劇 戲服之後的彩排 所有工作人員 齊集到1號錄影廠 結果發現了 根據推測 避害人的死亡時間是下午2點30分 空氣是貫磚空暴的 將軍長槍 這就是事件的經過 如果有人想再聽一次 我可以再說一次 應該怎樣 不用了 可以直接來了 就這樣應該夠了 空氣是長槍真可怕 好,來吧 這件事是關鍵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在警衛室的阿嬸 究竟看到什麼 原來是這樣 麻煩請該警衛出庭 拿破崙生日 Napoleon X生日快樂 證人請你報上名堂 哎呀 你生得好英俊 連大嬸我都有一些小鹿亂狀 麻煩,我在問你 證人 哎呀,這個小孩居然害羞 叫我大嬸就行了 拜託你 麻煩你 快點報上你的壞名 總覺得遇見 每次問證人的名字 都會遇到很多問題 我叫大祥婚 大祥婚和大祥金 是不是很相似 因為我小時候 和你應該很相似 反對 法庭我針對證人 你機關槍發言 提出反對 會遠認我這行建議 證人,不要亂說24 在做機關槍掃射 哎呀,我正在說一些有趣的地方 麻煩請你開始進行證述 證人,據話說 事件當日 你在大門前的警衛室當更 是啊 如果要前女命案現場 一定會經過你面前 你看看 這位大叔的理解力也不錯 請你開始你的證述 大嬸的威力 真是所養披靡 我很期待 我現在每天回來 都很想玩這個逆轉財 很想薄咀博士 大嬸 我在事件案發當日 下午1點去到警衛室 我知道阿代他們會在上午開會 不過,大嬸我那天上午有那些私事 總之就是下午1點才進到警衛室 下午5點我一直都在大門附近 阿代出事的時候2點30分左右 2點多的時候 有個男人經過大嬸我眼前 就是何聲 我看到他 朝著錄影廠方向走 看見被告 好,接著盡量審問 好 首先我想插的 是甚麼呢 很簡單 有點私事 有甚麼私事 請問是甚麼私事 有點事 請人,請你必須回答 其實就是看熱鬧 去看阿代和俄星 因為我算他們的粉絲 看熱鬧? 即是你扔下警衛工作 不理嗎? 為何連益的人很囉嗦 我就說大門鎖了 這不是問題的重點吧 總之 阿代他們開會 我們一定會去看 關於這些點 我絕對不會退讓 我也很想看 看看張冠超人開會的點 那不如你不要做這些問米婆 不要啦,做警衛 我考慮一下 好,接著我 他說在兩點的時候 看見男人 經過我眼前的賀星 這兩句話就插一下他 兩點? 沒錯 請問你看見這個男人是誰 年紀都很多 年紀都很多 不能叫來叫去 他居然這樣喘 發官 哎呀,別這麼爽氣 我告訴你 就是賀星 我看到他 去著錄影廠方向去 等等 你看見賀星先生 真囉嗦 問這麼多次 承捕堂哥 有機會 好 就把這個炸彈丟給他 要大嬸說幾多次都可以 好 這個很簡單 我們拿過這張照片 就是你根本沒有證據證明 那是賀星 Objection 法官大人 你昨天就一直強調 看到賀星先生 請問你說的賀星先生 是不是指這張照片裡的男人 好,等一會 情報台律師 讓我看看我的照片 不知道 這張照片是什麼 他就是守護新江湖刀的英雄將軍招人 大嬸 請問你看到賀星先生 是不是就是這個人 還用說 無論誰看都知道是賀星 是不是呀,帥哥 蛤 應該怎麼說呢 賀星先生的確是飾演將軍招人的角色 沒錯 賀星先生 他不是將軍招人 我當然知道 那個證人 看來 法官不是這麼想叫他大嬸 請問你有什麼證據 可以證明 照片裡的人 就是被告賀星先生 好,喝水 我知道 好厭 這位阿叔 真的疑心很重 要證據 當然有 什麼 怎麼 魚劍也在驚訝 你 精人 你所知道的任何資訊 應該事先讓我知道 你說什麼 大嬸明明把這張照片給了刑警看 是那個刑警說這張照片根本沒有價值 是他先賣掉我 看來連魚劍也沒辦法 就是管得住大嬸 那就麻煩精人再次作弓了 好 好 大嬸最討厭就是暖粒24 上午的時候 他們在工作人員在業區開會 開會的時候 賀星那人居然不小心滑 還搞爛了我們重要的小道具 看他們很慌張 賀星跌倒的時候 扭到腳很嚴重 你仔細看這張照片 有完整拍下 他是逼著一隻腳 所以就說這個人是賀星 你明白嗎 怎麼可以這樣看到他的腳 原來他的腳當時受傷 那情報堂律師請你進行審問 總之要扯他出來 好 上午的時候一開會都沒問題 居然滑倒 等等 他不是沒有打巨星嗎 這麼容易滑倒嗎 哎呀 沒想到吃了掌軍超人 這麼論盡 可惜跌倒的時候還扭到腳 大嬸面為奇難 幫他做了應急處理 應急處理 應急處理 我幫他塗口水 哇 這些真是 請問當時這位女性工作人員呢 他正在整理他的大道具 所以不知道何聲受傷的事 對 好 弄壞了什麼道具 小道具有損位 對 對 就是那把長槍 這樣也叫小道具 將軍長槍 那就是這次的空氣 無計 大嬸我 暫時用膠紙把他貼起來 嗯 要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將他寄進法庭裡 好料 長槍營的武器曾經被截斷 後來有人做膠帶做了修補 已經有矛盾 如果他批了整個人支撐著 這樣做拐掌 一定馬上斷 不過順便把東西搓上 何聲先生的傷勢 是不是很嚴重 沒辦法動過程度 但他吃完中午飯 就回去休息室 睡覺了 嗯 所以何聲先生才去睡覺休息 然後他走路都逼逼逼逼 逼逼逼 到此為止 你醫下如何 法官 有一件事令本席很在意 請問是什麼事 那個將軍超人 暴偶衣服 現在收藏在哪裡 事實上現在還未找到 目前在一個搜索中 嗯 總之 雖然證人看到的 確實只是將軍超人 從狀況來看 穿著暴偶衣服的人 應該是被告賀昇 沒錯 嗯 的確是這樣 裁判似乎有點猶疑 當然要反應 等等 可能性有多高 將軍超人 就是將軍超人 證人沒有親眼看到 何聲師三本人 哦 辯方律師說 沒錯 這次法官終於有正常的智力 還有另一個問題 除了這張照片的人以外 是不是真的沒有其他人犯案的機會 嘖嘖嘖嘖嘖嘖嘖 接下來就是針對這一點進行討論 證人請你繼續作供 交給大審 很多人很討厭 法官找一條廢柴 終於說對話 這次沒有收錢 對話 阿代死亡的時候 是下午2點30分 這段時間 大審唯一看到的人 就是何聲 沒有其他人去攝影廠 如果有其他人 大審一定看到 如果前往攝影廠的人 只有這個 那張軍超人就是犯人 證報台律師的審問 很簡單 他還是死咬著那個人 就是何聲 有什麼證據 下午2點30分 這個沒錯 唯一看到的人 就是何聲 你是不是肯定 你見到那個何聲 證人 是啊 肯定 沒有任何可疑人物 經過我面前 可疑人物 沒有其他人 前往攝影廠 等等 大審進去警衛室前 說不定會有人經過 你說下午1點前的事 那時候所有人都是工作人員 作業區 帶門上鎖 沒有人進來 而且 如果有其他人 大審一定不會看到 為什麼你這麼肯定 反對 法官大人 證人已經回答過 如果要進去攝影廠 一定要經過證人眼前 對 小劍劍 你再說幾句話 小劍劍 是不是 徐浩 大嬸 為什麼有辦法 這麼自信 沒辦法 大嬸這些生物 充滿主觀 偏見 還有 記性通常都很差 我不想變成這樣 看來真宵 在想到自己未來的樣子 我第一次見人上班 就是這樣 暈又太虛 唯一看到的只有何聲 我要看看有什麼 下午死亡 我們先看看 平面圖 查一下 首先 看清楚 這是下午2點半 空口被刺穿 嚴屍報告 沒有什麼 其實我也有想過 這個 他說什麼一定會看到 因為這個 第二攝影廠 經過下來 可以不經大門 如果有人躲在那裡 的確有這樣的可能性 假設 但他就說 大門鎖了 沒有人 這個我有想過駁斥他 如果有人躲在 2號攝影廠 接著 到這個 下午2點 第二人 唯一看到 第二人 這個也可以是一個證據 因為這裡寫第二人 我唯一看到的 就是何聲 沒有其他人 不如我出示 這個試試吧 他說第二人 就這個試試吧 反對objection 等一會 請讓我針對這張照片 做一次確認 先看看 這個是通往攝影棚的拱門上 那個攝錄閉路電視所拍到的照片 對 沒錯 如果有人經過這裡 那個閉路電視就會自動拍照 對吧 你很清楚 哥哥仔 然後 然後 這張照片都會記錄在警衛室的電腦裡 哎呀 你也想去做看奸嗎 而這裡就是那個電腦裡印刷出來的照片 背面寫著10月15日下午2點 第二人 當然啦 因為就是下午2點營的照片 這些事我當然知道 我想問的是第二人的部分 第二人 電腦裡只保存了這張照片的資料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這張照片應該要寫第一人才進來 對呀 對呀 為什麼會這樣 肅正 聖報浪律師請問是什麼事 我比誰都更想知道這個問題 這行證物證明了當天有兩個人前往攝影棚 但電腦裡只留下了一張照片的檔案 資料究竟被誰洗了呢 一定就是這位大心 啊 大心我不知道 大心我當天只見到賀星 但是閉路電視上顯示 當天有兩個人經過 啊啊 那是 證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啊啊 我也不知道 為小劍劍救我 蛤 我愛莫能助 我也想知道真相 他不是只說要鎚死犯人嗎 為什麼他會說我想知道真相 蛤 你這個小孩一點都不可愛 啊 說到小孩 證人 是不是什麼事 啊 是啊 大嬸我記起 難道是 除了這個將軍超人之外 還有人經過這幢拱門 啊 啊 要說的話 真是這個意思 真的啊 那再次進來作弓 走 大嬸我每天在警衛工作結束之後 還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確認記錄在電腦裡的照片 大嬸我會刪掉一些不重要的照片 現在想起事件 我可以DV了一張 那 精人 你說的這些事 我全部都是第一次聽到 當然 因為我剛剛才記起 總之 情報律行律師 把麥克風交給你 為什麼覺得事情發展越來越嚴重呢 好 好啊 這些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什麼電腦的照片 我會刪掉了一些不重要的照片 等等 什麼為之不重要 這些不是很簡單的 看樣子就知道 大概 但是這一宗是謀殺案 所以我就把可以人物何聲張的照片留下 有什麼意見 我有意見 那好吧 那你這張是什麼照片 你刪掉了 是粉絲啊 粉絲? 等一下 咳咳 記得剛剛正人是這樣說的 製片廠的大門上鎖沒有人可以進來 哎呀 工作人員作業區那邊有一個水渠 嘩 Hitman 尺碼近那裡的水渠掉了下來 水渠在外面 就是在那裡潛進去 會有人在那裡跑進去嗎 那我就說了 那些熱情瘋狂粉絲 而且 而且什麼 對面還有小朋友 小朋友 那就是說 大嬸上山的照片都是 拍到的就是 是個小男生 大約小學二三年級 縮靜縮靜 本院現在要再確認一次 當日有兩個人在正人眼前走過 就是攝影棚 其中一位低腳的將軍超人 另一位就是小學 兩三年級的年輕人 沒錯 他經常來搗亂 不過怎麼追都追不到 小學二三年級的少年 那看來 他應該沒辦法使用 被當成空氣的將軍長槍 我應該沒辦法用 因為很重 看到了 我說了 跟事件無關 就因為這麼大 讓人來剩下的工具 甚至把擋運 剩下的檔運 成步堂哥 剛剛出現了一位可能會違反後補 但就被擋脫 我們先休停5分鐘 請辯方檢方針對剛剛出現的新事証 進行各項檢討 10月18日上午11點8分 地方法院被告第三休息室 何三先生 阿是,你真的一直在演員休息室是不是沒有去攝影廠 我一定沒有去,我一直在睡覺 照片上那個將軍超人到底是誰呢? 我都不知道是誰 將軍超人的布偶衣放在演員休息室的角落 如果有人想拿的話,是有辦法拿走的 蛤?為何沒有妥善補款呢? 因為沒想到會有人偷這個公仔衣服 而且請問,我現在不是可以得救嗎? 我想情況現在都很嚴重 因為目前為止,除了何三先生之外 已經找不到其他嫌疑犯 怎會這樣呢? 這個要怎樣做呢?成報堂哥 總之我們盡可能先拖拖拖時間 想辦法找出除了何三先生以外 還有可能犯案的人物 原來是這樣 你想盡可能拖拖時間等判決 而去到明天吧? 對呀,如果戰術不成功的話 大概我們就玩完 我為何聽起來好像垂死掙扎一樣 對呀,垂死掙扎的確沒錯 對呀,成報堂哥時間到了 那我們走吧,唉 喂,你不要欺負你呀 那我們繼續審理 余劍檢察官請你發表意見 檢方的意見非常簡單明顯 狀況沒有任何變化 第二個前女錄影廠的小朋友 是十歲左右 照片中確實不可以算是 一個決定性的證據 但事實上也沒有其他可以犯案的人物 多謝你見智飲水 好呀,好呀,好呀 希望達哥抽中我 謝謝 我方主張賀星三郎 必須要被判決有罪 哦,那成報堂律師請你發表意見 邊方的意見和檢方不同 可能犯下罪惡的人 除了被告以外還有其他人 淑淑很有意思 請你開始說明 但是如果你指出的人物和本案無關 本院必須給予你相應的懲罰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被人警告 好呀 除了被告賀星師生以外的人 還有誰可能犯案 大佬 嘩,好多呀 大嬸沒有經過那裡 沒可能 因為錄影 即是閉路電視 這個年輕人也沒可能 唯一可能就是這個女 因為她在片場做道具 還是什麼東西 有什麼可能性 行不行呢 我猜是她 大嬸 她任何人都會經 不是,大嬸都可以認識閉路電視 如果這樣說 但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這條八婆最有可能 我就對她 就是那位擔任工作人員的女生 將軍超人的公仔衣服 就放在賀星師生的休息室裡面 一定是她偷 公仔衣服之後扮成賀星師生 你的意思是 照片裡面的將軍超人 裡面裝的就是那個女性工作人員 沒錯 她說反對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的話 我只能夠說你是有勇無謀 看回那張照片 將軍超人走路的時候 是不是逼逼逼逼 不妙的預感 再回想一下賀星的腳傷有關的證詞 參加開會的成員有賀星和阿黛 還有大嬸我 那位工作人員呢 他正在整理大道具 所以他不知道賀星師生受傷的事 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賀星師生有受傷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扮成賀星的話 他不可能像這張照片一樣 他不想逼著腳走路 呃呃 完全被人刀破了 聖布堂律師 那以著剛剛的約定我要被你們懲罰 呃呃 被懲罰了 已經夠了吧 聖布堂律師 我不能在這裡放棄 多給我一次機會 哈哈 好啊 除了被告賀星師生 還有誰可以犯案 小學 小學男生捅死他 小學男生捅死他 大嬸 我想小學男生沒有可能 大嬸 我也很討厭他 鎚死他 空手就是當日執行警衛的大嬸 呃 什麼 大嬸 既然你說得你聽到 那就刺你 照片裡的將軍超人走路 逼著一隻腳 也就是說這位人 是知道 賀星師生在上午會議受傷 除了被害人和賀星師生以外 知道這件事 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大嬸 嘩嘩嘩嘩 肅靜肅靜 是不是這樣啊大嬸 這個就是你叫我大嬸 大嬸在大門進行什麼警衛工作 轉頭來說 就沒有人可以證明你的清白 即是他可以暫時來到工作崗位 偷走將軍超人的衣服 然後在命案現場的第一攝影廠 為什麼他換了布偶衣 很簡單 就是為了不讓自己被攝錄機拍到 只要穿公仔衣服 就把罪名推到賀星 原來是這樣 真是完美的推理 嘻嘻 看來成功了 真是奇怪 如果平時 魚劍應該會在這個時候 很帥氣地提出反對才是 你覺得怎樣呢 魚劍檢察官 現在我還沒想到 有力的反駁 第一次認衰仔 等一下 什麼事 難道你全都以為大嬸是犯人 小劍劍不要把口袋藏著我 好 應該怎麼做呢 要乘性追擊 當然乘性追擊 目前所有指責 何聲先生和犯人的根據 都會直接套用在大嬸上 大嬸有什麼可能穿蠟袋 喂 要說大嬸沒有動機的話 何聲先生都一樣沒有動機 嗯 的確沒錯 大嬸一來都會 一起拉到水 雖然對他來說有點可憐 但一切都是為何聲先生 等一下 有另一個遲和錄影廠的人 又怎麼說 大嬸我生了照片中的小朋友 喂 他兩三年級的小子 你想屈他嗎 不管啊 大嬸一年級的時候 打架已經不輸給我老爸 你覺得呢 比方律師 我小朋友不會是犯人 你憑什麼這樣說 因為小孩子有特別待遇嗎 公平嗎 我是有證據的 蛤 什麼 那就讓我們看看那項證據 請問什麼證據可以證明 小朋友並非犯人 第一就是這個 如果你說有進過去 都不用看 這麼高大 你不可能是小朋友 對吧 來咯 接招各位聽著 空氣是長槍 而這個武器也拍在這裡 也就是說 那個小朋友 不可能拿到空氣 證人你怎麼認為 看來他已經沒辦法反駁 我想本日審理到此為止 檢方請針對證人 什麼 請問證人的名字 我記得是 叫大祥 大祥金 請檢方針對大祥金的女士進行進一步調查 本日就此休庭 有什麼不明白 你不明白他為什麼剛剛拿那張照片 他的理由就是 那人 就是兇手 兇手 兇手就是穿著公仔衣服 拿著長槍 他意思就是 當日的小朋友 沒辦法 偷了那支長槍去捅人 因為 被這個穿公仔衣服的人 因為 每個人 因為他看閉路電視 只有這個人 進去 1號錄影廠 他聲稱小朋友沒有進去 不知道去哪裏 他就不可能拿到長槍 他就這樣說 明白嗎 我等一會 你這種感覺我都不客氣了 大嬸把他一切都爆出來了 大嬸還想說話 證人是什麼意思 你還有什麼未說 其實大嬸我被人落過一封口令 封口令 到底是誰 喂 就是魚劍嗎 不是 蛤 流汗 封口令 除了你還有誰 總之立即進來作弓 誰是封口令 你看看 英都製片廠的人 叫大嬸不要爆一點料 其實案件當日 製片廠還有其他人在 他們說我們跟事件無關 所以不要告訴別人 我們在在場 既然大家都懷疑大嬸是犯人 我都要拋牠們下水 證人 那麼重要的事 你現在才說 我就說了 有人叫我不要說 有什麼辦法 法官一定覺得無可奈何 聖報堂律師 請你進行審問 已經很不可信 說真的有人叫他不要說這些事 有人叫你隱瞞嗎 是啊 製片廠那些電視台大人物 這件事怎麼有沒有聽過 當然啦 怎麼叫隱瞞 其實案件當日還有錄影廠其他人 請問當日在現場的人是誰 首先就是導演和製作人 導演 難怪一直都覺得很奇怪 動作橋段的會議中 居然沒有導演在這裡 根本就是不可能 是啊你覺得沒錯 那當日他們在哪裏 那當日他們在哪裏 導演的話 上午就在工作人員作業區 中下午開始就和製作人員會合去開會 在哪裏開會 就是第二號錄影廠那家木屋 第二號錄影廠第一次聽到這個場地 平面圖來說就是在這裏 成布囊律師 要不要審問 應該問都問過 怎麼說問呢 繼續問 他們說跟這件事無關 為什麼 但是審這件事是兇殺案 我知道 但他們的主張好像跟這件事無關 而且還給我一些散指 收了人錢 爆在口 已經可以坐 我可以 總覺得要問的事 已經繼續 不用問 法官大人 應到製片廠在事發當日 還有其他人在場 包括導演、製作人 還有大人物 他們都未接受過警方的調查 既然敢現階段 不可以對被告何聲施殺下達任何判決 本席接受辯方的主張 辯方請針對本證人 大場女時佐證詞中的人物 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我知道了 本日何聲三浪 一案的審理就到此為止 本席宣判就此休庭 十八號 下午1點4分 地方法院被告第三休息室 十八號 真的很感謝你 看來我找到律師 不敢當 關你屁事 你是律師嗎 我們接下來要去製片廠再調查 我們一定要調查剛剛提到那位導演和製作人 我相信他一定會在下次法庭中以證人身份作場 一定要收集更多事證 做訊問的準備 不過成報堂哥 所以結果穿著那位超人報偶衣的人究竟是誰呢 真的是不是那位大嬸 你覺得呢 何聲先生 我想應該不是 我也覺得應該不是 只是為了要拖延時間 給大嬸背個黑獲 好可憐 算了不用理他 有什麼可憐 這傢伙收穫了錢 活該死 講假證供 還說可憐 白癡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去櫻刀製片廠 我們遲些會再來 好啊不好意思 好啊 遇見不是律政司 他是律政司牌 他是律政署的律師 就是檢察官 檢控官 應該這樣說 檢控官 律政司 是一個最高職位 就是律政署最厲害的人 才叫律政司 順便18號 聖報堂法律事務所 唉 今天真累死人了 聖報堂哥 不要在這裡休息 不知道賀星先生 敢不重要呢 我想關鍵可能掌握在 今天法庭上提到的幾個人 導演和製作人 是呀 我們不要再在這裡 快點要製片廠 啊 目前資料不足 沒辦法做人推理 你昨天也是這樣說 老實說 沒什麼辦法 是資料不足 你覺得接下來要怎樣做好 還問我怎樣做 聖報堂哥不是自己說了嗎 要收集和演同製作人有關情報 好嗎 那我們還站在這裡做什麼 是呀 所以我們快點去製片廠 洪杰良先生 生日快樂 連連有金日 碎碎有金招 其實呢 我每次都來查這些 我都查過幾次 有沒有什麼用 但每次都可以讓你再查一次 我想知道 會不會查查 突然找到錢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好奇按一按 好像又沒有什麼特別 好 再去製片廠 我心儀生日快樂 10月18日 玩酒2點16分 應到製片廠的大門前 沒有人在 是啊 因為大嬸 做假口供被警察抓了 沒有人拿去頂他 啊 警衛室裡面有大嬸的楊庚 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 為什麼 你這麼做失禮的事 你不是想我要讚賞你嗎 啊 今天沒有改動過 有什麼找到龍袍呢 敦輪 是啊 好啊 有隱藏情節 好了 我又去基樓所 審問那個八婆 但我們不如去到什麼2號錄影廠 沒去過 奇怪 今天不是居然究竟不在 對 因為今天在法庭上挖了很多情報 他一定很忙 誒 誒情報堂哥今天法庭提到的2號錄影廠 在斷了樹枝那裡走過去 是啊 大嬸是這麼說 或者導演今天都在 好機會我們去看看 好 10月18日某時1 第二號錄影廠 這裡就是第二錄影廠 應該是 似乎不是有攝影廠的感覺 沒錯 有間木屋 看來不是攝影用的布景 看得很牢固 成報堂哥是不是真的攝影廠 有什麼看過那邊沒有 這些是油桶 他擺放了很久了 好像是倉庫一樣 這個搭建源 應該好幾年了 應該稱不上是布景 這些花呢 有花瓣綻放著 好漂亮 好像有人照顧 不要走太緊 那些鐵欄山很危險 看可否調查這門 進去吧 誒情報堂哥我們進去看看 不會被人罵吧 誒 鎖了 真的沒意思 又是LB 切換場景 我看這邊 有東西吃的 兩個人用完餐 在餐碟上 沒有東西留下 那些人吃的大骨 T骨扒 那些人那麼喜歡吃牛扒 因為牛扒是特別的 不過為什麼好像覺得有點不妥 好像怪怪的 不知道怎麼形容 最近才跌下的小型焚化路 上面有硬的灰炭 看是沒有什麼保養 工作人員移動用的大型雙車 保養得很好 只要有駕駛執照 隨時都可以發動 那我們兜風 兜片脫一個圈 前代要駕駛執照 誒情報堂哥 原來你不懂駕車 對 但是你看看 我給他一個律師牌 拿律師廢章給我看 有什麼用的 就是告訴你 厲害了 你有沒有 你懂得駕駛嗎 廢柴 這個死女包 看來還有沒有什麼 你看這條欄杆斷了 你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東西沒有說 這條欄杆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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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狠了 太狠了 馬頭顧你 現在做事不認真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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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在找 看 看 你 真的不想來這條欄杆斷了 這個案發現 我想去其他地方 神an 你 什麼 我想去其他地方 好 看 那個 死 死 下去 那條�... 這個就是導演的 這些也講過 沒有什麼特別 似乎這裏都沒什麼特別好看 暫時可能這裏都廢了 我建議出去再看看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查 希巴巴給小奇點 嗨,你好,謝謝你 我猜現在要去基樓室問大嬸的事 不是問大嬸,原來問這個 承報大先生,今天很感謝你,只是運氣好 我也是覺得這樣 嘩,這麼囂張,說我運氣好,你吃屎啦 你本身都差點被人抓去坐花廳,誰幫你打掉 我還要我幫你頂了被告兇手 我只是說賀三先生好運,不是說你呀,達哥 請問有沒有什麼重要資訊給我們 呃,沒有,很不好意思 無論多小事都告訴我 畢竟明天我們的運氣不一定那麼好 好啦,好啦 那位年輕人粉絲,是不是經常跑入錄境座 有沒有成人 因為那個警衛大嬸很囂張 但今天正術入面,他經常說很常出現 那小孩真的很喜歡張骨超人 所以會趁大嬸不為意的時候跑進來 因為上午開會的導演是不是都是現場 對呀,沒錯 導演在那裡指導我們將軍超人和貪官魔人的動作 我在這裡發現了這個遊戲的流動 那為什麼賀星不跟我說呢 他白癡 他被人抓 你說大嬸收了錢 這傢伙又有機會被人 被人告謀殺 終身監禁或死刑的情況下 他居然不爆了其他人 為什麼之前不告訴我呢 因為錄景座那邊對我們封了口 你說什麼 我們說了很多次,整部堂都是一個新仔 如果他被人打敗的話,可能死得很慘 我很對不起 什麼叫死得很慘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隱瞞吧 我想應該沒有了 這個斷了的東西你知道嗎 是 請問這支槍重不重 也很重 我想一般人沒辦法自由揮動 是 聽說長槍在上午的會議中爛了是不是 我在做回船踢的時候不小心失敗 然後弄斷了一支槍 後來大嬸幫我弄好 用膠紙癡 好 關於這張照 啊是,裡面的人真的不是何聲先生 好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妖兒演員休息室睡睡覺 但當時沒有其他人 聽說這個休息室原本是放的 這個布偶也是放在休息室是不是 對呀 對呀 因為睡得很難 如果拿的話很簡單 好 應該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去這個夜討論一下 找找 作業區看看 咦,那裡站在那裡是那位工作人員女生 好,你們是何三先生人律師呀 我聽說你們表現很好呀 可不可以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剛剛大嬸打給我 他叫我塞好那個排水洞 噢,那個洞呀 嘩,那個洞怎麼塞得那麼醜 又還說工作人員 那個其實對這些工作不是很拿手 咦,但你這些工作不是就是維護那些大小道具 對呀,但我經常被他弄得越弄越壞 噢,不要在意這些事經常發生 那也是 接下來我們就代替大嬸去警衛室站光,不好意思 好,那再見 拜拜 好 查一下這個洞 今天法庭提到那個小孩就在這個洞裡捐進來 好像是,所以才急急忙忙塞起來 我說的成報堂哥,既然這個洞失來,小孩又不能進來 應該是這樣 還覺得那個小孩很可憐 那是不是要再打爆他 對呀,成報堂哥 真笑真是弱智,怎麼辦 打壞他 真的沒有理會打爆他 哇,成報堂哥你真是好人 這樣就是好人 嘿呀 這樣小朋友又可以進來了 好 查一下 還人就是這傢伙了 這個小朋友可以在這裏進來 做了好事心情真爽 成報堂哥 這個原本是排水孔上的鐵蓋 有些變形塞不進去了 我還以為會拿到什麼線索 原來是沒有的 好,裝上馬大電動自行車 我個人不喜歡這個定位 因為曖昧不明 用這個踩斜腦應該很輕鬆 你這麼年輕,不用用這些 買了一半,報警放在這裏 新江戶都會主城 應該是新江戶城 巨型倉庫收了大型道具 好厲害呀,成報堂哥,你知道的東西很多 為什麼這麼多T骨扒 為什麼那邊骨頭又會被人清理 這個又沒有 那不是有點可疑 汽水機,有什麼關東煮 這些都調查過了 是不是進去看看 似乎是霧化玻璃,進去再看一次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補充 看案發,當日將超人的公仔衣服放在這裏 記得賀星先生這樣說 犯人應該是賀星先生睡懶覺的時候被人偷走 但賀星先生沒有睡懶覺的話 犯人打算怎樣做呢 誰知道嗎 他肯定知道賀星睡了覺 不然他就不可能進來偷 這張窗戶了 當然是這個睡覺 這個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看 裡面放了大嬸會看 沒有營養的八卦雜誌 不要亂打開 遲時我來調查 其實這下就打 檢查這些是對的 這個上次都看過了 說什麼法計 這些又說什麼 他有一些衣服 一般服裝 有個大鏡 有日式點心 餅乾有效期 食用日期到今天 你不要跟我說你想吃 什麼 這樣很浪費的 這女兒很餵食 我們去 去回這個 一號廠還是錄影彩 你們好 你的新打扮做這些東西 真是不合 我原本心想都是迷彩背心 應該挺適合做這些東西的 聊聊 露警廠方面怎樣 有很多警察陪會很阻擋 他們說維持現場 所以要 連我要掃地都不准 所以事件當日那些 午餐廳都沒辦法撿 你真是放在工作人員作業區的骨 碟 對呀 很令人打擾 這裡經常有小朋友進來 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經常見到某個小朋友 經常拿著相機偷窺片牆 警戒大嬸都很努力想阻止他 不過始終敵不過活潑的小朋友 今天在法院有聽過 事件當日 導演製作人也有在現場 不好意思 因為當時有帶道具倉那邊 所以沒有親眼看到 但他們當日在現場 沒錯 因為錄影廠對我們下達風口令 他們果然想保護導演 與其說要保護導演 不如說保護製作人 聽說是很優秀的製作人 原本這間錄影廠幾乎要撿 都是靠他救回 所以這個錄影廠對他來說是神一樣 製作人 還有這個製作人 沒有理過 沒有出現過 不知道是甚麼水 想滲一下也不行 看看出事 那個空氣 將軍長槍那件事很重 最討厭那把長槍 這張照 這個地圖我不知道你想說甚麼 你有沒有見過這張照 賀星先生 看來好像跛腳 請問是甚麼回事 看來他不知道這張照 也不知道賀星的腳傷 沒有東西既然你不知道就算了 好 似乎他是沒有 沒有跛腳的樣子 他不會知道這件事 2號錄影廠看看還有甚麼東西可以進去 沒有人在這裏 沒有人在這裏 嘩 勝報堂哥剛剛有甚麼聲音 那東西在木屋裏面傳進來 裡面好像有人 打擾吧 沒有人 太可疑了勝報堂哥 好 我們進去看看 應該不會激怒誰吧 上了鎖 那鎖匙呢 我猜大門前的警衛室應該有的 調查一下借鎖匙呢 甚麼大嬸會借給我 他走的大嬸 現在是去那個 找這個姐姐借 怎樣拿鎖匙呢 這裡 沒有碰裡面的東西 我被大嬸罵 但是看來沒有辦法 蛤 那麼白癡 那怎樣 在裡面偷 現在借鎖匙也借不到 又沒得再調查 有甚麼硬是覺得四眼妹是兇手 那進去找大嬸 就是這樣 唯有就是這樣 因為這傻丫頭都 橫斑斑 有沒有找大嬸? 沒有 有沒有辦法洗開他 這傻丫頭就碰不到 想一想 現在出現了 一個奇怪 應該怎樣才可以搞定 我也在想這個水渠是不是 剛剛也有兄弟的感覺 我想是否可以這樣捐過去 但是似乎又沒有 想一想 賀星的休息室 那個書包有沒有 你們是誰 是誰 難道就是這傻丫頭? 那你是誰? 看來很可疑 真是沒禮貌 你居然不知道我瘀在托也 我是導演 將軍超人是我寫的 真的嗎? 真是很失望 對不起 因為怎麼說呢 你看來很可疑 所以這個 沒有關係 請問甚麼事? 仔細一看來 好美女 真是好正 適合我胃口的衣服 你是變態老 感覺 好正 有種奇妙的感覺 我的創作肉 我的能量 想到了公主超人 小江湖劍士 來把將軍超人續集 名字就叫小江湖劍士 公主超人 公主超人 為甚麼變成小江湖 這樣比大江湖戰士 將軍超人不差很多? 不用認真了 好吧 先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當日 案發現場的事情 在大嬸後面 托出我們出來的 就是你們 沒錯 那天整個早上都聊 動作橋段 中午 第二攝影牌的木屋開會 真是忙到 下午都沒辦法 好好吃 吃T骨扒 Get you 就是為那樣東西 勝負堂哥 Get you 是甚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下午中午到 下午4點 我們開會 製作人還有電視台 重要人物開會 死者 下午2點半的時候 他都在 甚麼叫不在場 他偷偷過去 捅他都可以 請問還有那位製作人 你是說英廷神 基神英 那個人是天才 不過都很可怕 這家錄警廠本日就是修皮 都是他救 亦是給了個機會 我拍張軍超人 他事件案發 當日的確有參加過會議 是呀 中午 下午4點 他們都在一起 請問還有個甚麼大人 甚麼水 製作部部長 贊助商 經理人公司 全部齊集 在這裏 坐著 靚車 螺絲 來絲 入來 好緊張 那天 你那天是否經常都跟這些人一起 哎呀 全部都是白蘇翁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應該不會隨便說謊 有沒有甚麼可以出事 兇他 我對這些東西不敢興趣 很變態 立即對著阿珍燒 就伸了你 這傢伙很變態 好色 好 好色 啊 你們啊 居然還在這裏 出現了 不要說人家說得像鬼一樣 那個我沒想到大嬸這麼快回來 之後被警察抓了 他們拿了張關超人的備用衣 要我穿那件衣 我有甚麼可能穿得下 的確 可星先生也有180cm 他們一看到我穿不下就放那個走 我想都是 因為已經證明他沒有辦法 總之大嬸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個仇 我可不可以再跟你說話 不是已經說了很多了嗎 已經 現在開始了 預備開始 這個大嬸真是幼稚 好過關於大嬸在那個粉絲 下次被我看到他一定打死他又說不說話 誠布堂哥他是認真的 怎麼會關於導演 按發現場導演他們 下次被我看到那些人我都打死他 誠布堂哥他瘋了 我要拿鑰匙 麻煩 好 看來現在沒辦法進去調查 可不可以叫他拿鑰匙 誠布堂哥 又回那邊看看 怎麼才能調查到這扇門呢 但沒有信心可以借到 警衛室 可不可以借鑰匙 為甚麼不能開口問去拿 試一次吧 直接去偷 有沒有甚麼他 喜歡看的 給他看這些都沒用 有沒有甚麼可以賄賂他 律師 不可以的 帶他不到的 一卡了 甚麼他說甚麼 紙落少少 有關係嗎 你說甚麼剛才落少少 是不是要去其他地方 再看 第一 錄影廠 都沒甚麼好看的了 看看這裏 這裏之前這個東西 爛了都未有得調查 是不是要加好感度 和那個大嬸 有甚麼 紙落大嬸落少少 你知道這樣摸下去嗎 沒有呀 沒有呀 沒有這些呀 沒有這支歌仔唱 又沒甚麼好談 我們看看 工作人員休息室 看到這個小孩 這就是按法 這就是那臭小孩 鑽進去 他的樣子挺帥的 喂 等一等 看來應該從那個排水洞鑽進來 這個小朋友很無事 小朋友 小朋友 你叫甚麼名字呀 我才不是叫小朋友呀 不要用這些口氣叫我 甚麼呀 你明明就是小孩 他用這些口氣對大人說話 你是甚麼大人呀 你穿衣服很古怪呀 莫名其妙 好 食煲糖哥 被人欺貪啦 給我四九 我是狗泰 大龍狗泰 下次叫小朋友 那我將你一刀兩段 他們拔不到他們 小朋友 你是否很喜歡 將軍超人呀 不准NENohl的將軍超人切在後面 你說甚麼呀 將軍超人 我是你的同伴 不要說 Mensch 第八集出現的茶店老闆最後一句台詞是甚麼? 哼,我當然知道,他是說要不要一些薯條 果然厲害 蛤,你怎麼玩呢? 他跟我一樣可以記得這些什麼租做 什麼最後一頁,說什麼超益症 你知道Lilo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嗎? 湯人,你還是現場吧 你有沒有發現到有什麼打? 將軍超人渠 將軍超人渠絕對不會輸給任何人 我全部看在眼裡 蛤? 但是我才不會告訴你 等等,放開我 幹甚麼?他打了我一身,還是甚麼? 就掉了 他走的時候好像撞到桌子有東西掉下來 是真的嗎? 為甚麼這些東西會在桌子呢? 在工作人員作業區裡 牆上發現了小瓶子標籤寫著 安眠藥? 即是說那個小孩剛剛說了這句話 我全部看在眼裡 安眠藥,即是證明了 將軍超人可能吃了安眠藥睡了 他沒可能殺到人 如果他真的睡了 可以借到鑰匙了嗎?八婆 立刻進去偷吧 可惡啊! 是大嬸的聲音 可惡啊! 看來他在追著那個小孩 嘩!他跌倒了 真師傅好像很開心 終於可以調查鑰匙 最開心了 真燒啊! 他就是這樣 心底不好 不過這個阿嬸也很差 我們開了鎖 進去看看有甚麼 開了 進去吧! 誠報堂哥 你先吧! 看來他還很害怕 好,這裡是會議室 沒事激情之下 炸彈沒事 炸彈沒事 炸彈沒事就是那個 貪官魔人之前演的 嘩!這女孩這麼孝 甚麼事? 嘩! 嚇倒了 誰啊? 我們是賀三先生的委託律師 是呀 那個請問你是 機神 我是製作人 嘩! 好漂亮! 這女孩很吸引 好,看看 看看垃圾桶 找不到有甚麼 可以成為證據 只有紙杯 拿一塊的資料 似乎有人開個會 有紙杯、飲品 場景設計 報警的預算 為甚麼會花那麼多錢 畫一張爛鬼報警 都用了幾十皮 對吧 武士節 這代武士 領銜主演 即是舊時 武士節是甚麼節日呢? 這部電影 是一位武士靠志豪的喪音 成為大明星的故事 這代先生的歌喉都很正 明明是大明星的成功故事 為甚麼背景是塞丁 塞丁就是 差不多去到信長那些 在之前那些 很久 武士激情之下 這代武士領銜主演 真的懷念 這部影片 大家都有過的 稍信即逝下 龜羅萬事 無論甚麼主題 為甚麼都會出現武士和馬 舊海報的炸彈武士 也是這代武士 避害人這代武士 真是一個大明星 好 跟這個八婆聊聊天 你正在搗甚麼煙 案發當日 點點點 機神小姐 劇本 是 我在找的劇本 劇本 將軍超人第13集 我現在想想想 那個我想看你請教一下 案發當日的事 我現在想讀劇本 完全沒辦法溝通 這條女 可能她 堆了大麻 還是甚麼 進了自己的世界 那個想跟你請教 關於將軍超人的事 機神小姐 將軍超人每日 每個禮拜就在電視上播 說真的 有甚麼都在裡面 成捕堂哥 這個人很囂張 叫我們自己看電視 別對我虧了 好 導演就是 那位羽在先生是怎樣的人 我應該說過 我正在找劇本 對其他東西沒興趣 成捕堂哥 會不會在片場裡 都是這些瘋子 沒辦法確定 我們走吧 調查其他地方 等一會 有甚麼事 如果你遇到羽在 把這個東西交給他 為甚麼要做你的跑腿 點點點點 這個人很討厭 別哭了 我知道了 看到他我就會告訴他 好 把紙仔寫著 第十三集劇本拿來 電話也不會打 低能 我告訴你 剛剛那個真宵 不是在這裡說 甚麼 這些人 片場裡面 很多人很討厭 其實他自己也是 他更討厭 我告訴你 你以為你自己很好 好 來了 對了 製作人要我把這些 字條給你 把第十三集的劇本拿來 把劇本放在哪裏 好像不記得放在哪裏 糟糕了 會被女兒罵 誠報堂哥 我們先導演 可能去的地方找一下 可能比較快 我想也是 似馬近 現在要做這些低能工作 我告訴你 在哪裏 他們是在開會 所以 應該就在1號錄影廠 會不會在這個花槽 沒有 我還以為在這裏 甚麼作業區 1號錄影廠 會不會有 又來到命案現場 如果這些地方都調查完 我們馬上去其他地方 好 多謝阿麻沙像子 給小琦 怎樣 我們先找劇本 反光板 這個箱有沒有 這個背包有沒有 這個袋 這個袋 似乎 這裡也沒有 難道不在這裏 這裏會不會有 這棵樹裏 這個垃圾桶有沒有 剛剛第二陸 錄影廠 這裏有些甚麼 這個猴子很重 被風吹掉了 猴子有沒有收了東西 沒有 好大 好重 好 有些甚麼是卡尿 絲妹 跟我說 當然不會 你要思考一下 多謝你給小琦 先 Bill Chan 就跟我說 說 新VF5 練Vanessa Lewis 影院 Please 順帝也打了 Duro 練第二角色 看看誰 適合 我還沒想好 我玩了少少 但還沒小練 我們現在 當務之急 也找了劇本 玩MK11 我甚麼都會玩 其實我就是有看 有時你玩得悶 你就會想試一下其他東西 等等 休息室 劇本 這裏又沒有 第二號廠左邊 還沒看 是嗎? 我還沒看嗎? 好煩 你有沒有覺得 他這個 就是那個 走路的系統 你這樣走來走去 就是要這樣 鍵來鍵去 斷鼓 不會在這裏 有時你都想看MOTO COMBAT 好啊 有練過一下 這裏不覺得有啊 那間房有沒有 小木屋 就是這個 會不會就是這個 垃圾桶啊 他說他沒有 沒有 是這樣 劇本 這裏又查過 應該沒有了 調查完 出去放這條路 我們再看這條路 歡迎來臨 會不會收穫在上面 像那個狗品芝麻罐一樣 收穫在牌坊上 這裡又沒有 再看一次一號廠 先檢查真點 不要那麼隨便 這裡也沒有 剛剛那張導演椅子檢查了 好像不是嗎 是這個 剛剛我明明按一次 我指了反光板還是什麼 導演錯了 請你調查這張椅子的四位 剛剛導演說過 不知道放了劇本在哪裡 找到了成報堂哥 果然沒錯 白癡 我剛剛指了這塊 所以他不算 低了 現在又回去 給我臭婆娘 有 出事 我拿過來了 劇本在這裡 啊 是這樣 好 那個啊 就這樣 安靜點 他正在讀劇本 喂 你差不多好不好 好啊 你以為你是什麼人 我們是 賀聲的委任律師 是啊 你們是不是懷疑我 不是 那個不是這樣 我是懷疑你是吹 你們是不是想問案發當日的事 是啊 告訴我們 你聽啊 你已經知道當日有一場在中午開始的會議 是啊 跟導演和電視台的人一起開 沒錯 那你聽著 那天下午在這裡木屋的人 沒有任何人有辦法去第一錄影床 為什麼啊 因為條路封死了 路 為什麼他叫我這樣 就是要讓他出事這個平面 路封死了的意思是什麼 無緣無故跟我這樣 為什麼案發當日做什麼事 剛剛會彈掉那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案發當日的路 是不是被人封住 你們來這裡的時候 有看到法計喉電一下嗎 噢 那隻猴子吉祥物 就是那隻沒有頭的猴子 噢 案發當日被風吹倒了 到了3點之後 才把頭搬走 到了4點 到路才暢通 聽著 這代死亡的時間是2點半 就是這裡的人 直到下午4點之前 一直被關在小木屋裡 沒有辦法去第一錄影廠 什麼 這個是真的 直到3點之後 起重機才開 也就是委託公司外部的人 那些作業人都記得 但是 頭如果是2點30分以後損壞的話 應該可以遲摸第一錄影廠 2點30分 是這代死亡時間 好啦 你們跟我來 那隻猴子 如果沒有壞的話 會自動暴時 比如說現在是4點鐵枝 那隻猴子叫 你要去查一下那個頭 始終停在頭壞的瞬間 正報堂哥 始終停在2點15分 沒錯 這條路在2點15分 到4點之前 是Block了 所以我們清白 伊代先生 在第一號錄影廠 死亡時間2點半 是不是 那就是這樣 拜拜 好 這裡一直封著 到底什麼事 除了賀三先生 真的沒有人可以殺到伊代先生 已經沒有希望了 頭痛了 應該回事務所 整理一下思緒 其實呢 我是覺得有個問題 你看到這裡有個大閘 這樣就封了 就要出去 你說到這樣 你爬出去都可以 怎麼會 怎麼會真的這樣 很難爬嗎 很高嗎 要走 都一定可以 走到啦 對 很多有位兄弟都是這樣說 還有我說 為什麼這遊戲這麼多事 都會報時 有時鐘 是為了 加證據 他為了這樣 所以就有這樣的設定 我們先回事務所 我先 還有那個花槽 有個刺彎 到現在都不用 我還很聰明 以為那件事 會不會是什麼 空案關鍵 有位兄弟就說 多謝這位H2O 他說 最近經常要開東西 少了看直播 但你玩逆轉裁判 真的很好看 多謝 我們10月18日 去到成報堂法律事務所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導演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據 又找不到其他線索 好像走投無路 現在放棄得太早了 咦 明明還有其他辦法 有鬼上身了 有沒有發現 他一鬼上身 就會騷擾球出來 有沒有看到 那個胸是封了胸 你有沒有看到 一鬼上身 就封 上圍馬上漲了幾級 唉 你早點出來現身就好了 對不起 有真正陷入困境 被身宵全力以赴的時候 我才可以現身 即是現在算陷入困境 是嗎 是呀 是相當嚴重的困境 請問千尋者說的辦法是什麼 就是那位小朋友 對呀 我們全部看在眼內 蛤 我才不會告訴你 那位男生看來 不是很想幫我們 那就要看看你有什麼方法 是不是叫你哄他 適有小男孩 總之再去製片廠 因為那位小朋友 就是我們最後的線索 好 請問什麼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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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他在追那個死小朋友 我一定要捉到 蛤 蛤 蛤 還沒捉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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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但是我一定要親自抓到那個臭小子 聖報道有什麼可以利益交換? 有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導演,我心裡很痛 在我死之前我想拜祭阿袋最後一次 對,他上次說想去按發現場幫阿袋上香 那個小朋友後來怎麼樣? 下次見到他打了他死 真可怕的阿姨 有沒有什麼可以給他 阿袋想要利益交換? 利益交換是在木屋區拿海報送給他 可以嗎? 香水有阿達,多謝你給小奇點 我說見字收小奇點 Thank you 我們去木屋區看看可不可以拿這些給他 這個是什麼音樂劇? 千尋者你好像很懂這些 因為珍燒他很喜歡,我也知道這些 他再看過又會有些不同的東西 這個... 炸彈沒事,不能拿海報送 走了,暫時沒用了 這裏會不會被插死 可以調查嗎? 我大概一輩子都不知道什麼花 莫名其妙傷感 在這雙春悲秋 神經病 是否要找他敦輪還是怎樣 美藍雞 你很在意花 因為我是在意那條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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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欄杆就是那條刺插穿了 又是找余劍和他敦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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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 好 這裏又沒有 好啊 給他劇本行不行 試一下 好啊...好啊... 我沒有想到他可能要劇本 沒有了 劇本 小木屋給他這個鎖匙 行不行 大嬸這個樣子我暫時借 等一下,要還的 他已經累死了 沒辦法追究太多 有什麼可以跟他交換 好啊... 再去第二處看看 想不到的時候 不要急著什麼 啊... 這裏吧 我猜到你還沒去 所以你不知道 啊... 喂...等一會 等一會 小弟弟 定報堂 就是那個年輕人嗎 對... 他就是大龍九大 對... 看來他走進去演員休息室 挺廢話的 這間餐廳的保安 真的是垃圾 好... 我記得他應該走到這裏 找到了 糟了 他又要走 等一會 太好了 他回來了 不是吧 我們需要你協助 請你幫我 好不好 我叫狗泰 啊... 我叫靈里千尋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哇... 看見女兒 還鬆我胸 就馬上開朗 衣起棚牙 唉... 真是世界變 我叫成報堂龍一 沒有人問你 你看... 我都說了 找到我姐姐有用 岩濕仔 成報堂接下來交給你 好 張關超人很帥 我都喜歡張關超人 你認識個屁 喂... 你幹嘛這麼囂張啊 小子 成報堂 不要對小朋友大呼小叫 是呀... 怎麼去罵小朋友 哇...你這麼囂張 我不答你已經算好了 告訴你 關於這次事件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麼秘密 告訴哥哥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不行 看來要約東西來 吊他 你想不想要啊 張關長槍真的很帥 我也想要一支 好...還有什麼 給他安眠藥 可以嗎 什麼來的 不要拿無聊東西給我看 還有一張照片給他看 喔...張關超人的 好像跛了腳一樣 這張照片什麼事啊 這個什麼 不要拿無聊東西給我看 暫時聊不到 你跟他不夠朋友 要追求這個小朋友 喂...關於人質 我還沒給他什麼 找了導演 導演? 導演剛剛在這裡 這裡也沒有導演 喔... 休息室 看看有沒有什麼去檢查 沒有...導演不知道 死去哪裡 吊燒什麼事啊 他說很喜歡吃東西嘛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什麼 發計戰士都不知道 是這麼沒有常識的 沒有啊 找女兒? 哪個女兒啊? 那個工作人員啊? 工作人員不知道死去哪裡 這女兒就沒有了 有一位叫... 阿強生日啊 今天 阿強祝你年年有今天 碎碎有今朝 恭喜你啊 生日快樂 先看看 我們回到1號錄影座 什麼時... 什麼時卡 給時卡大嬸? 為什麼? 有什麼作用給時卡 我進1號錄影廠 啊... 這個是第1錄影廠? 對啊...門禁卡 大嬸上去 幫阿代上香 對啊... 你們這麼聰明 大嬸 難道手上沒有門禁卡 因為那一大不是我管的 借個卡片 怎麼辦呢 借了之後 就沒辦法進去攝影棚了 選不借給他 看看會怎樣 不好意思 我們還要去調查 唉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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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布堂 你借給他吧 唉... 唉... 好... 好聰明 但是什麼最不喜歡人情 欠人人情 你都很聰明 要撞向你 你多聰明 我是專業打官司 和這些打交道 我反而不是很聰明 你們拿這個呢 這是什麼來的 將軍超人卡片 那死聰明 應該很重要的 謝謝你 我就不客氣了 好... 來啦 那大嬸走了 好 我們去給他那些卡片 死小子 狗大小孩 啊... 是我的萬變卡 卡片 就是收集卡 大人都這麼無知 那這個送給你 你告訴我 這些本來就是我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原則 就是等價交換 明明大人居然這麼無知 你都知道什麼叫等價交換 對呀 你現在的東西在我身上 你就要拿東西來交換 說得很好啊 啊... 啊... 究竟大人說出 這麼艱辛難明的單字 老實說 那些卡片我才不要 蛤... 那些卡片 早就有重複的 你要就給你 立即 喂... 怎麼會這樣 想跟我做交易的話 拿些更稀有的卡 過來 稀有? 還有那些稀不稀有 即是要拿SSR 大人啦 你這麼無知 稀有卡 就是很難出現的卡 這樣啊? 有什麼稀有卡 驗屍報告都很稀有 你認不認識吧 試試給他 這是什麼來的 不要拿無聊的東西 這張相片很稀有 將軍超人臨死前 這樣還不稀有嗎? 蛤? 將軍超人就是被抓之前 我整支槍給你 還稀有吧 原裝道具 再出一次 我的卡片 沒用了 已經 廢了 知道了 厲害了 給你一個公仔頭 沒用 什麼來的? 不要拿無聊的東西給我看 沒有 應該沒有東西好看 試試看 千尋脫衣 拍張照給他 對 對 這麼好色 這傢伙 說得很好 我們去片場看看 有沒有什麼稀有卡 她稀有卡 一問那個 很孝的女兒有沒有 喂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發行這些卡 進來 給一些 木屋裡面 女兒還在嗎 兩位好 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整理資料 你身旁這位感覺 氣氛變了很多 可以換了一個人 你錯覺 其實只有大了很多 空不一樣 是啊 我覺得應該不是 還有沒有看到那個小孩 沒有 剛剛為止都搞到翻天覆地 警衛大嬸 追著那個人在那裡走 被他走掉 還帶發雷霆 我也看到 警衛室裡面 看到他把羊羹捏碎 牆上鐵的海報 都是依賴先生演 沒有想到會出現這些事 真是遺憾 大家聽說他最近人氣下滑之旅 是啊 自從發生那件事 那件事 律師先生不知道 醫代發生過什麼事 不知道 好抱歉 看著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喂 你說了就不要買關子了 說出來 不好意思 我的口真是口疏 好 即是發現多了一件事 喂 你知不知道這些什麼卡片是什麼 啊 將軍超人集會卡 我都有收集 只差一張就可以收到全套 對 收集全套卡片 哦 啊 啊 這張卡我在找到最後一張 或者你會覺得我是個不知羞恥的女人 但是 拜託你可以跟我交換卡片 就是交換卡片 這個我多一張稀有卡 好珍貴 求求你 成捕堂 不要辜少女 呃 現在什麼情況 那我都要交換 我都要 真的幾好開心 又是不知羞恥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不知羞恥 存這些卡 不知道要來收春公圖 還是什麼 啊 好 好 我們現在可以去找年輕人 你看我多聰明 我就知道要去這個位 最主要呢 他這個調查呢 有時候你去完一個地方 你不知道要再去 你又很容易不知道怎樣 有什麼交換肉體 我以為是交換DNA 通常都是 是不是這樣說 喂 這張卡 啊 那張卡 是那張 最後一張稀有卡 給我 快點給我 什麼事 為什麼反應這麼激烈 好好好 那要不要跟大哥哥交易 好啊 我用將軍長槍再加貪官魔人 和你換 不是啊 我不要你這些爛鬼卡 你回答我問題 什麼啊 那就可以啊 那你要問什麼都可以啊 好了 成捕堂問他呢 如果對我方有利的證據 明天就要請他上法庭 應該第一件事 先問他 肯不肯上庭 不然也沒用 你很喜歡昌君超人啊 弟弟 是啊 他很有型 是啊 但是哥哥 重點不是長相 是他型 型在為人處事 小朋友和大人 說什麼為人處事 但是哥哥都很喜歡 張君超人啊 是啊 是啊 那我問你 你最喜歡張君超人 哪個部分啊 他很重視人情 戰鬥的英姿 我是何聲的粉絲 那他說 什麼為人處事 一定就回答這個 那啊 亂說 他很重視人情 我很喜歡他的性格 識貨啊 哥哥 不要看他這樣啊 其實他也有代人和善的一面 嗯 他還有其他優點 還要再說 那我問你 你最喜歡張君超人 哪個部分啊 打架了 他打到敵人的瞬間 很爽快 你覺得很對啊 張君超人是不會輸的 看看我的相簿 這個是什麼 只要張君超人的表演 我一定會去啊 噢 百貨公司頂樓那些 我一定會像這樣 將將君超人勝利的瞬間拍下 一張不漏全部都有拍的 這個是最新買的 啊 數碼相機 哎呀 真是帥 最新機種 哎呀 我爸爸媽媽剛剛買給我 這本相簿的名字 就叫張君超人 光榮忠跡 張君超人 無論在哪裡一定會贏的 姐姐如果想要的話 這本就送給你 蛤?真的可以啊? 啊 因為這個是我用 數碼相機拍的 那些檔案還在 還可以多做一本 那我就不客氣了 好 總覺得千尋者 就算不工作 應該也有辦法生存 什麼意思 蛤? 什麼叫不工作 也有辦法生存 他死了 那什麼意思 哈哈 很久了 立刻在那裡打什麼 做妓女 暗示他做 G 好 這個事件案發 當年是不是來過 嗯 你是不是看到什麼 弟弟 狗太細路 一切 所有東西 都是靠這個 千尋尿 才敢說 這一切都是為了 正義才問你的 將君超人 永遠都是正義的使者 你是不是 既然你是他的粉絲 你都應該為正義努力 你都應該為正義努力 我…我看到 我…我看到 我全部都看到 應該可以找到什麼 做G 工作 我剛剛也正想說這件事 對 無論在什麼情況都會工作 狗太小弟告訴我 事件當日你究竟看到什麼 那天大概2點來到這裡 唯一不讓大嬸發現 我走到馬路外的樹林裡 結果不小心迷路 我30分鐘左右 最後終於去到 陸景廠那裡 結果 狗太細路 什麼事啊 我就看到將軍超人 打到壞蛋了 用計是將軍長出 和平時一樣 一擊必殺 那個場面很逼真 我突然很害怕 就馬上回家 嘩 那你現在還好嗎 你說的事很膚顯 千尋者 嗯 即是殺人犯就是將軍超人 對嗎 對 而導演他們有不在場證明 證明他不是將軍超人 沒錯 那一來法人就只有可能是賀星先生 即是出乎意料 但萬一被這個小孩在法庭上進行作供 委託人絕對會被判有罪 那還是不要請他上法庭 那還是不要管這個小孩 不行啊 我剛剛聽到了 又會剛剛聽到 這個小朋友是檢方的重要證人 我們會好好保護他 你不要教唆小朋友 你們這些混蛋 來吧小朋友 和刑警哥哥一起去警局玩 你死警察 不要啊救命啊 真的頭痛了 這次我們手上失去了線索 而且還讓對方得到有力證人 喂怎麼辦啊千尋者 這樣啊 我都差不多回去了 拜拜 沒事的 一定有辦法的 嘩 你搞錯 你給我一隻鑊 我踩 本來不找這個小朋友 又有 現在還自己走了 喂 明天你一定會上法庭 我搞不行啊 情報堂 我問你一句說話 你相信不相信賀星先生是清白的 相信 很難說 那我就會選擇相信 我告訴你 你們是選擇2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哼 這個就是我 你幫人打官司 你不相信幫人打 就算你明知是他做 你也欺騙自己 因為你很難做下去 你們喜歡 選擇2 是什麼 有些兄弟說 對 律師要相信自己的Client 他說沒有 不要 你們喜歡 你想試很難說 還是什麼 有什麼很難說 不代表不相信 那怎樣 你們想什麼 1多些還是2 現在好像是1多些 那1 當然相信 我就是想聽你說這句話 好吧 明天法庭見 多多指教 拜託你 未完待足 差不多了 今天時間 有沒有覺得我玩這個逆轉裁判很厲害 大部分時間我都很相信你 說完這個故事差不多 是非常好 那些是如果我選擇 太多想攻打 這樣就說了 差不多了 1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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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了 1多了 2多了 1多了 1多了 一條金槍魚在水中急速游泳 追趕後面有一隻海豚一直咬著牠,窮追不捨 金槍魚很快就會覺得快要被海豚捉住 於是這條金槍魚馬上一跳 誰知想跳出去水面避開海豚 誰知用力過馬?一跳就跳到自己上岸割錢 後面那隻海豚因為雜性的問題,因為是獵食 然後他的動物天性也跟著金槍魚一跳上去 同時就割錢在岸邊 這時候金槍魚看到自己的海豚和自己的敵人都驗一息 準備在陸上乾堂死的時候 金槍魚就說 哼,現在死對我來說已經無所謂了 因為我已經親眼看到 那個令我死的人一起同歸於盡 我是攬炒了 這個故事你們知道什麼嗎 金槍魚? 金槍魚啊? 金槍魚又沒有? 你怎麼會找到這些奇怪? 你們覺得這種故事很棒 你們看一下 很簡單,這個故事說什麼呢? 我作的更好看 這些已經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我告訴你 我意思是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有些人看到 金倉宇正常死亡時 一個人臨死前會想些什麼 你還是去掛著仇人嗎 一個比較老的人會想 死前我有沒有那些人牽掛 我這輩子過得最好是什麼 金倉宇的眼中只有仇恨 他不會想想 會不會我還有機會 搖下水 不用死 不是 我看到追我的海豚 都可以一起死 心滿意足 這個故事就告訴你 有些人把仇恨放到最大 結果 在死亡前一刻 都不會想到其他事情 忽略所有事情 他連逆轉的機會都會沒有 就是這樣 多謝這位 給小奇點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就這樣 先說什麼 死前一丁 類似的 你都說死前一丁 你都想了些事情 不應該 意思是不應該 臨死前還想著仇敵 明白放過你是放過自己 這個道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完 再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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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